我们这么卑微的提出1.1块钱 赖清得奖1.1耶 我的任期只有到5月19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能够掌握的资源没有办法 但我去做到这样 就要卸任的卫福部长薛瑞源 面对健保法62条修法 心情有点无奈 现行健保总额支付制 是每年边预算时先订出支出上线 协算时在处以全国医院申报点数 决定最后支付金额 以2023年来看支付给医院的浮动点值 大约每点0.8元 台北分区更是每一季都低于0.8元 立委提案支付点值固定为1.0.95元到1元 不足部分由政府预算补足 但卫福部直言表示无法执行 卫福部试算点值改为保障1.1元 健保预算就要增加1150亿 年纪恐怕地账保费 如果是0.95元的话 大概一年就需要700亿 如果是1.1元的话 就可能需要1150亿 所以很快安全准备就不够了 那医院现在还勉强能够撑下去 赖总统讲的都是大家有爱心 那也有一部分实在做功德 卫福部应该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把有一部分真的能够由公务预算支出的 把它依法来办理 但八大意识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修法 更批评健保给付项目包山包海 从癌症喊病到慢性病 通通从健保预算中拨付 也是拖累健保财务原因之一 早就该改革 而健保法62条修正案 最后在蓝白立委合力下通过出审 预计一个月内进行党团协商 这场健保改革角力战还有的大 记者是又有黄罗人黄武杰 上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